这肯定是不遭受太大的伤害,但是对孩子心里面可能是伤害太大了,因为三个月他们没去这儿了,他们可能是有缘的老师,又是害怕了,因为孩子说多次,就突然孩子就跟他说不愿意有缘,咱人家哭着那不愿意有缘,慢慢都不觉得,就觉得孩子可能就是正常的反应,都没有想到说得伤害, 因为孩子不敢说,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一句话,我听到都特别害怕,老师跟孩子说,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,一直能伤到你的家里面,说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能知道,你说孩子能不害怕吗,真的,不是我们家孩子我听到都受不了,我太狠了,这事人说的话,我能就这么小的孩子这么残忍, 所以他都不敢跟家长说 就在万小新天 而且他很棒,其他一个妈妈,就是昨天发的那个,发的微博,又把它删掉了,但我们都存下来了,我自己看了,那个妈妈真的属于很理智,是属于素质很高的人, 他都说开始,他都反复的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冤枉老师了,他都不敢相信这个是那个老师干出来的事,因为觉得那个老师平时他有一个挺狠爱挺好的,但是, 就是,因为十多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,这个妈妈真的觉得,觉得当时后悔自己把孩子送到这儿来,因为开始他还觉得孩子,老师那么爱孩子,他不能就会高兴,觉得孩子太幸福了, 他也不敢说,现在想起这个,自己当初的那些想法,都想抽自己,然后他们家的这孩子够吃了,他问,他的孩子跟他说,老师跟他们有敲敲话,说有敲敲话,他说没关系,他说你跟妈妈也有敲敲话,你可以告诉我,老师也不会听见,他说不会的,老师离我们很近很近,他不会听到的, 孩子不敢说,然后妈妈把孩子搂在被窝里边说,咱俩把被子蒙上,把被子蒙上,你跟妈妈说,老师就听不见了,孩子一下就哭了,说老师用针扎我, 而且不止一次,而且是扎到孩子不哭为止,这么小的孩子,虽然是拿针,但是拿针,只要是能自破,肯定是很疼的,因为我们都有拿针, 缝衣服扎破手的经理,对吗?这么小的孩子每天在承受这些,然后又不敢跟家里边说,那在心里边能没有影响吗?